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凯阳 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看我们蔡英文总统 在2022年从农历的1月到农历的6月的运势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脉 他的一举一动 他的一些政策 还有他所有的事情 他的决策都关系到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2022年蔡英文总统运势单元 台湾国运究竟会如何呢 每月命运机会攻防战吗 好 我们先讲一下 2022年是什么年呢 任饮年 任饮年是五曲话忌年 现在全球为了经济在大战 很多国家现在除了印钞以外 还很多失业潮 两强相争两败俱伤 好 什么叫两强相争 一个美国 一个中国 好 我们就是这两个强国的命脉之一 我们就迁徙在他们的夹心饼干当中了 不是 那个汉堡王 两个汉堡王呢 把我们夹的快喘不过气来 所以呢 蔡英文总统呢 是变成夹心饼干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接着下来 到底呢 我们蔡总统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我们蔡总统呢 来看一下他的生产八字咯 他属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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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农历的一月呢 是任一月 那他出生呢 是45年 1954年 1956年的8月31号生的 1956年8月31号 他的八字是丙生丙生 耕武耕甲生 诶 这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哦 他都是在 他有四柱里面有三个 是生 生斩的生 扫着一个人字旁 那个生 就是猴 生就是猴 我们在十二个公位里面呢 在紫薇朵树的十二个公位里面呢 生就是猴的位置 属猴在猴月 农历猴月 日主也在猴 所以你想想看哦 如果以他的命格上来看的话呢 好 那基本上 这个命格他现在呢 走的运势是65到74岁 走甲午大运 太阳化祭 太阳化祭刚好在申宫 申就是他的等命宫 他的等命宫里面呢 是财伯宫 就跟钱有关系 那接着下来呢 2022年呢 五曲化祭 在他的极厄宫 他本命的连真化祭呢 是在他的田宰宫 田宰宫会到的是极厄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呢 还蛮令人惊悚的就是什么 我们还没有到过年 国历的一月份呢 我们的运势就开始很奇特的一个逆转了 就是我们的呢 Omonico的那个病毒呢 就开始传播在台湾了 好 他今年呢 2022年太岁振充 太岁振充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冲到他自己 冲到他自己 当然他的运势就要加强戒备了 振充呢 如果在高位者的时候呢 振充是不好的 那有时候太岁振作反而没有冲的不好 振作比较没有关系哦 振充是真的不好哦 那所以呢 在振充的同时呢 我们要特别警示什么事情 我们来一个月一个月来解析 他农历的一月是走文昌画科跟天马青 他刚好他的命格里面呢 坐在四身地 四身地的话就是动荡的地方 所以其实他的 从他的出生开始 我们就知道他还蛮动荡的 那这个很动荡的一个家庭运势 就是他的家庭运势蛮动荡 那家庭运势蛮动荡的话呢 基本上当然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 他的出生环境啊 他的父母亲啊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就不再细罪了 就不再多说 因为呢 这个就不太好 那至于呢 他的命格里面呢 他现在走65到74岁的甲午运 甲午运呢 刚好这个大运里面呢 会合到他的什么 他的今年的流年 2022年 今年是67岁续岁 那续岁67岁的话呢 他这个甲的露存星呢 刚好进入在呢 尹的公位 就是在今年流年1月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1月份 农历1月份的时候呢 还可以看到呢 这个露存星 发挥一些效力 这个效力是什么呢 就是五曲花季 那全球在经济大崩盘的同时 台湾还好 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的 很多大企业 变成我们的护国神山一样 不是光台积电 我相信我们台湾的科技业 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当然现在传产业不好哦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来看到他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好 蔡英文现在的命格里面呢 文昌法科 加上呢 他的五曲花季在哪里呢 五曲花季在他的极右宫 会到他的田宰宫 所以你看 田宰宫 会到子女宫 然后会到极右宫 那极右宫一段化季就是什么 我们今年的疫情很惨 上半年的疫情 恐怕没有办法这样结束 要清零非常困难 但是陈时中部长说 我们要跟病毒共存 怎么共存法呢 我先说一下 很多小孩子没有打针后 然后很多年轻人 现在也不敢去打针后 好 那如果要跟病毒共存的话 那怎么共存法 对 那很多人是打高端的 那很多人就连高端都不敢去打 那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 你觉得我们病毒 不会再继续扩张吗 好一下坏 好一下又坏 好一下又不好 所以呢 这个起起伏伏的运势 在今年是动荡不安的 好 那如果从这边来看的话 一月二月真是很惨 那一份它走年真化季 好 我先讲财运好了 我们讲台湾的经济好了 国运上来看的话呢 它牵动着整个经济运势 牵动着整个经济运势 牵动着整个经济运势的话呢 因为五曲化季的关系呢 好 那接着下来一月份呢 看不到很差的一个经济环境 但是呢 我们的股市会动荡不安 还有房地产也是一样哦 股市一旦动荡不安 房地产就会动荡不安 那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小老百姓 菜篮族 都会挨红便宜 那大企业 他损失一点没有差 他损失个几百万 几千万对他们来讲没有差 但是小老百姓 能够损失几千万上亿吗 不可能的事情嘛 如果能够损失到几百万哦 那已经算是非常有钱的人了 你要想想看哦 那多少人拿着房地产去抵押 然后做股市呢 所以台湾的股市真的会那么好吗 我不认为哦 二月份过后 农历的二月份过后呢 美国一定会升息 一旦年准会升息的话 牵动着整个呢 全球的经济局势 好 一月份已经开始哦 因为五曲化剂在极恶宫 极恶宫代表什么呢 跟百姓有关系的健康 那跟百姓有关系的健康呢 第一个呢 是不是会在农历的一月 也就医药量能呢 开始又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呢 还有五曲化剂 会不会呢 现在呢 我们都知道呢 口罩是过剩的 但是口罩的品质 这不是一定好哦 那还有 接着下来还会缺什么呢 比如说像是呢 可能防疫的物 这个医药物资 还有呢 就是防疫领管 还有呢 包括防疫所有的需要用到的东西 这个 包括还有什么呢 我先讲清楚了 疫苗 好 如果疫苗不够的时候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出现呢 现在多少年轻人 他们不敢去打针 我都问过了 他们为什么不打针 他们怕死 我们就不要说战争这件事情 他们连打疫苗都怕死 他打了以后去就这样挂 那真的很奇怪的事情 我常跟他们讲说 我年纪这么大了 我都打了两针都没有死 你们怕什么 死都不去打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想什么 他说打了以后呢 会有什么免疫系统的问题啦 还有将来呢 会死的比较快啦 我就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听来这些消息 那是不是政府呢 要有一个正确的教导方式 给大家呢 让年轻人好好去打针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疫情怎么控制 你看喔 现在染疫的都是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的 甚至十几岁的都有 好 所以呢 医癒份呢 会影响到我们的全民健康的问题会很多 好 那集合工化剂加上联症化剂呢 代表说 跟医药量有关的东西都会不够 好 那包括疫苗也是一个大问题 要打第三针的疫苗一定会不够 我们怎么样采购这些疫苗也是在农历 一月份政府必须要头痛的问题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农历一月份的经济呢 当然就会很动荡 而且呢 我看到的状况是有很多公司跟店面 又要惨兮兮了 像我现在就不太敢出门了 你说叫我去餐厅吃饭 我真的打死我也不去 对不对 好 你叫我滞留在一个地方很久我也不敢去 群聚 我昨天的群聚两个地方我都不敢去 怕了 为什么 万一你倒霉了呢 怎么办呢 对不对 好 好 就算不倒霉呢 他空气传播令人很痛恨的事情很多 然后呢 忽然间回家 又无症状感染 那不死定了吗 然后传播给家人 传播给同事 传播给朋友呢 好 所以一月份呢 其实呢 对蔡 蔡总统非常不利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的流年的仆仪工都不好 还有他的父母工也不好 仆仪工不好代表什么 他的部署 父母工不好代表呢 他的部署跟子民都一样不好 那既然是不好的话 当然经济也是会不好 好 二月份 我们再讲二月份的话呢 他廉真话季才正做 好 那这个月呢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情呢 就是什么呢 廉真话季 加上地空 然后呢 又一个贪囊化剂 又再集有工 连这两个月喔 你看喔 连这两个月是这样子喔 农历的一月跟二月呢 都是同一个工位喔 都是双化剂 就是三合都双化剂 所以呢 农历二月呢 贪囊化剂 贪囊就是跟药有关 跟医学有关 跟病毒有关 好 所以我们到农历二月 对喔 这个疫情不会缓解 不要想着异想天开 我还要请各位 我们所有亲爱的粉丝 朋友们同学们 好好的防疫吧 我们要跟政府一起配合 讲句真的 好那所以呢 其实在农历二月份呢 这个鬼宝月 来鬼宝月是贪囊化剂 那鬼宝月的话呢 有没有什么充客呢 一月份是正充的喔 秉申的身是正充的 那秉申正充的话呢 那接着下来是二月 二月是鬼宝月 鬼宝月呢 是贪囊化剂 贪囊化剂呢 包括很多 包括食物啦 包括很多事情 包括医院啦 还有 包括学校 所以要开学了吧 已经开学了 所以呢 最主要的就是 跟幼儿园啊 跟小学有关系 跟学校有关系 这事情会很多 还有 包括年 一月份年 政府单位 二月份年 政府单位都要小心 所以政府单位 恐怕也有人染疫了 要小心总统府啦 我先提示一下 因为跟政府有关 政府单位有关 还有呢 一月份是跟军情有关 跟国军有关 军情 国军 那二月份的话呢 跟公务机关有关 好 那三月份的话呢 三月份的话 是甲城月 太阳化霜季 农历的三月呢 又走在陀螺跟幼壁 而且他的深宫在关禄宫 好 这个月呢 又会到呢 太岁正冲的太阳化霜季 就无天暗日了 那还得了 农历三月 我们就等于是 掰咖 断臂 没有办法 完全好 那也代表什么 我们这前面三个月 也受到天运的蹂躏 加上呢 最恐怖的事情就是 我们的经济面 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太阳一旦化霜季的时候就是 走到哪里都看不到未来 那是不是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不要忘记了去年2021年 我们看不到未来那三个月呢 就是 升三级警戒 好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有可能在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都有可能要升三级警戒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很惨 好 所以呢 接下来呢 又是影响到整个经济 企业 完全就是惨兮兮 好 那农历四月的话呢 农历四月是以太阴化剂 那太阴化剂更惨 哇 其实在农历四月是最惨的 农历四月是什么 太阳太阴化剂夹住了一个五曲化剂 三化剂 我们蔡总统在农历四月 恐怕不是安太岁点光明灯这件事情吗 我还是要建议她去安太岁点光明灯 每个月点一次 四月份呢少做决策 农历的四月份就国历的五月份 所有的决策都会让我们苦 我们会痛苦万象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大家要小心 而且呢 影响道德是什么呢 经济面 影响到她的四月 那她的四月就是她的冠入嘛 因为呢 农历四月的时候呢 刚好所在她本命的千一宫 千一宫呢 跟她的财伯宫 跟其余宫 三个连成一线的化剂 三个 我告诉各位 我最怕就是这三个化剂连在一起 这个哦 在古代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学这个命学上来看的话呢 三个化剂叫什么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中间也没路 前进无路 退没路 那是什么 等于死胡同啊 我们在死胡同里面打转啊 是不是这样子呢 前面撞毙 后面退没路 那不是在死胡同里面吗 好 而且会有像走迷宫一样走不出来 好 这是农历四月 农历五月的话呢 太阴化剂 都不好 甲月不好 乙月不好 农历四月太阴化剂 我刚才讲得很清楚 三个化剂连在一起 农历五月 连增化剂 农历五月 联氏化剂 做在哪里呢 做在他的流年的填宅 他本命的填宅公 也是他本命的父母公 好 那父母公 当然会影响到娶恶公嘛 影响到他的子女公嘛 还有他的部署孕嘛 所以呢 包括他的部署 都会跟他出很多的障碌 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呢 用人不当真的会出很大的障碌 那很麻烦啊 包括行政院院长 包括陈时中 包括这些跟医药有关的东西 还有包括疫苗 包括经济 整个的绞成一团 你看长不长 你不要说我讲这些话是要打击人家 不是 我是旧事论事 他命盘就这样 照流年来看 每一个月来解析好不好 那你们可以查嘛 每一个月 第一个月就是任寅年的任寅月 第二个月就是鬼宝月 胆囊化季 第三个月是甲臣月 第四个月农历寺月就是乙氏月 第五个月农历五个月就是丙武月连任化季 依照天象来说的 好 接下来丁卫月 巨门化季 我看他今年很多事情都要非常小心 我最怕的是什么呢 农历三月 农历四月的时候 搞不好中国大陆还更严重的军演 搞不好就来个炮弹射射 那就惨了 所以呢 我们要不要非常谨慎 所以蔡总统在2022年最好就不要去年2021年 拜登跟习近平通过电话以后 视讯以后 不是叫我们说不要讲台湾独立这件事情 我希望我们蔡总统有谨记在心比较好一点 我们的冰怎么打得过人家 真的打过 我没有任何政党自分 我只是为我们国家 我只是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安安定定平平安安 百姓安居乐业 那我们也国运可以苍隆 企业呢可以事业非常长大 然后呢学生们呢可以步步高升 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台湾越来越好 而不是希望看到蔡总统的运势呢 影响着整个台湾的运势越来越差 那就惨了 那定位越巨门化剂业 缺什么 缺钱缺药 缺疫苗 是非不断 所以上半年了 看来 我们蔡总统运势并不是太好 好啦属猴的 来看一下 头头头摸一摸 对不对 不要坐在宫廷里面 然后呢要多体恤百姓疾苦 对 不要坐在总统府 然后让下面人帮他做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有些时候呢 总统必须要很关心百姓的安危 百姓的身体健康 如果没有这些百姓 你也当不了总统嘛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蔡总统能够呢 在2022年不要发生这么多的杂事出来 然后呢 他多关注一下所有的一些重要决策 但是呢 因为太岁正中 他也不要很奇怪的重要决策 好不好 比如说又购买军舰啊 然后却疫苗不够啦 那大家就会反感不是吗 对不对 先购买疫苗 军舰慢慢来吧 打仗的事情呢 就交给上帝吧 对不对 那至于呢 疫苗事情是事在人为嘛 对 打仗不是我们一个人能控制嘛 但疫苗我们现在至少能控制 有疫苗以后 这些三军呢 三军呢才能够有疫苗可以打 不是更好吗 才不会染疫嘛 我刚才讲过 一二月的时候呢 就是军方要小心啊 军警要小心 搞不好就是集体染疫啊 那还得了啊 还有 我要告诉各位 2022年呢 五黄煞呢 在中共 在中共 他是放射性的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在2021年的年底之前呢 我一直在做节目告诉大家 希望呢 我们蔡英文总统 在2022年呢 真的要有一些新的思考思维 然后呢 不要做错误的抉择 不要做错误的决定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 疫苗 让年轻人好好的去打什么BNT啦 莫德纳啦 他们比较敢打 因为呢 现在呢 英国的统计数字 你们查一下吧 我前天看到的数据 英国的 新闻媒体的数据 看到的说 英国统计出来呢 Omonicol呢 还有呢 这个Delta code呢 就是变种病毒 我告诉各位 一月份还会变种病毒 现在已经开始 你相信我 国历一月份已经开始 不要等到农民一月 而且一月份会大量传播 二月份更是大量传播 好 又开始变种 来不及防范啦 你看打了四针 都还染疫耶 打了三针还染疫 我们是不是需要疫苗 但至少不会是重症死亡嘛 对不对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看来看去呢 我们蔡英文总统呢 真的要好好的 戒胜口具一下 然后我先讲一下 他的八字上来看的话呢 如果是以他整个八字上来看的话呢 生子参 好 生子参 如果在今年整个运势上来讲 六月很不好 一月不好 然后四月不好 五月不好 我们今年在农历的 一月四月五月六月呢 蔡总统运势很差 所以呢 也希望蔡总统呢 能够好好的重新思考一下 你第一个新的政策跟方向 那我觉得呢 就是疫苗比较重要 还有呢 防御旅馆很重要 还有呢 就是医药量能呢 千万不要是缺 缺得非常严重 那至于呢 打仗这件事情 我们就交给上帝吧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不是就都交给上帝了吗 有什么办法 如果真的要 真的要打仗的话 但是呢 这四个月不好 也代表说 他在上半年运势并不会很好 那一月当然会延伸到二月 那太难化季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也希望我们的疫情 能够受到一些控制 那也希望呢 我们在二月三月的时候呢 但三月你看 三月那个成月 又合到什么 又合到他的生 生死成不是三合吗 对不对 那都不好啊 我看来看去 都没有一个月份是比较好的 所以上半年呢 其实对蔡总统来讲的话呢 真的要非常非常谨慎的 处理很多国家大事了 你看我压力大到 要哀声叹气了 对 小朋友都频频 点头如捣蒜 每次看到我讲到 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们就点头如捣蒜 一直点头 他们知道我讲的都是事实 我连地震都可以预测哪一天 我连下雨都可以预测哪一天 希望我们蔡总统 如果我们呢 跟蔡总统身旁呢 有看到她 看到我的直播 能够转述一下 请她呢 好好地小心一些 好 我们今天解析到这里 那 基本上来讲的话 上半年 我们真的不是太好 蔡总统遇事要特别小心 希望呢 我们国家元首能够呢 正宫慷慨 然后呢 她好我们就跟着好 是不是 好 谢谢大家了 拜拜